太傻逼了我的天哪 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无疑放假的第一天 然后我一觉睡醒来的时候 发现第一条视频居然有人在看 生孩子这个问题我是怎么看的 然后我今天就要好好聊一下这个 第一期的视频里面很多人给我留言 然后说我看起来不像40分 真的何德何能 得到大家这样的鼓励和赞美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 然后天哪 哎呀我这个人特别容易感动 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样 能把自己的正能量传达给周围的人 太傻逼了 就还为了这个东西哭了 太傻逼了 然后现在是我全素颜的样子 我先自己交代了 我的睫毛是做的 然后现在真的是全素颜的样子 其实在我脑海里面 让我平静几秒钟 千万不要滑走我的天哪 其实在我的脑海里面 长相这个东西 只分两个概念 一个是可以靠脸吃饭 一个是不可以靠脸吃饭 我已经是不可以靠脸吃饭的 那个类型了 我就没有太在乎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有 有毛经济这个事情的话 那你一辈子活个80岁90岁的话 一赚钱的时间 就只有三年到五年吗 所以想想 还是不要靠这个吃饭的好 知道吧 我要先去化个妆 好讨厌 哈喽哈喽 我已经化好妆啦 你是不是要穿衣服 一定要有品味 你孩子一定要会打扮 你看我 我今天的穿搭 是已经非常酷的成衣 好像配了一条货头的西装 在生活中 大家非常容易掉到 一个陷阱里面 这件事情上 你如果尝到了甜头 就会疯狂的 再继续去做这件事情 就譬如 我上次穿了一个 非常可爱的那个狼娃领 虽然它很适合我 但是 我在生活中 不把注意力放在 别人给你的正常反馈 虽然那是一个 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 更多的要有 自己的主观意识 这样你就不会被 别人的评价所左右了 然后呢 我们快速地聊一聊 到底要不要生孩子 你是选择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这个孩子 去原谅他 还是 不让自己的人生活 在委屈里面 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想好了 去问你是为了孩子 那到时候 就不要无休止地 对你的孩子说 我这辈子都是为了你 真的就是 把这个痛苦延续下去 如果你决定 要为了你自己 要活 我不想要委屈求全 你一定会离婚 那这样如此的话 我父女离婚 这件事对我的体验 很不好 我就在想 我如果生了孩子的话 我可能不会 为他负责到底 所以我也 拿捏不了 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小孩的话 你的老年会不会 过得特别的凄惨 现在我自己 还没有变老 所以我没有 特别多的话语权 来说这个事情 但是 不能把你自己的人生 每一个阶段的幸福 和你的感受 都压住在别人身上 小时候压住在父母身上 长大了又把你的 又把你的那种 对于生活的 这个幸福的感受 压在了你的另一半身上 现在你老了 你又把你的幸福 压在了你的下一个身上 它需要赛养你 你把所有的 人生的这种 幸福感的感受 都压住在了别人身上 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的感受 是否幸福 全取决于你自己 生的孩子 你才 你的人生 那是不是我也要离异自婚 我的人生才完整呢 是不是我离完婚以后 我还要再婚 然后我才完整呢 我也没有说 就是说我这辈子 都不会要小孩 这个问题 我其实没有这么想过 因为人的心态 是每天每天都在变化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就像这辈子的一个决定 因为本身养孩子 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不出目的 回报不成正比的事情 你要是连这个问题 都还没想通的话 那你真的就是你 千万不要去 迈春那里可怕的一步 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 为了得到你父母的认可 去按照他们的想法 你人生中做的 任何一个决定 都是你自己 为你自己负责 天赋不能太长 我是神章 我只是个无名小族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 我今天就是酷酷的我 我是暴力之语 喜欢我你就关注我 欣赏我你就鼓励我 谢谢观看 爱你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